要进行的是 那可以分享一下 对于吃有什么讲究之处吗 对对吃有什么讲究之处吗 其实没什么 也不要太难吃就好 好吃能吃不会死就好 除了那些要求 我要看我心情 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会一直都喜欢吃的食物吗 一直大概都是甜品吧 然后因为基本上都不挑 所以比较喜欢吃的话 大概就是面食类的吧 这样子 我喜欢吃乌鸡面之类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空气了 我最喜欢吃空气了 你刚才是休息都能吃到 我要开始了 一直喜欢吃的东西 大概多久会吃一次呢 大概多久会吃一次吗 甜食的话大概一个礼拜 四到五次吧 然后面的话其实要快点 一个礼拜差不多两三次 就已经算多的了 大约一周一次两周两次 我超爱吃 我每秒都爱吃 但是当有时候游泳课啊 老师不是会叫我们联系吗 我超沮丧的耶 我不能吃我最爱吃的东西啊 最近会一直都喜欢的餐厅或摊饭吗 呃7啊 因为他们家的茶叶蛋真的很好吃 虽然说有变味啊 但是I don't care 就两三块而已 我喜欢吃夜市的那个索条 因为很大份然后很便宜 那那个姐姐很好看 我最喜欢全家 因为全家都是你家 谢谢 听说那个全家的麻辣团很好吃 但虽然我还没吃过 但好像很好吃 刚刚讲的餐厅或者摊饭 多久会光顾一次呢 一个礼拜吗 大概两到三次吧 因为基本上啦 7离我家太远 但是太地补习班已经 我也不上去补习班 所以就大概都 一个礼拜就两三次而已 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吃一吃 我也是大概半年去吃一次 请描述一下最近彩雷的经验 刚刚学校一样 我还很难吃的 这到底什么鬼 为什么要把一堆东西加在一起 因为三厕都变四厕 都会好吃的吗 并没有好吗 他们的汤都 那个料很奇怪 为什么没事都是豆 都会坏一个 最近彩雷店家 其实那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就是前阵子去 7还是全家 那个什么猪排 猪排 猪排酱排酱油面吗 还是什么面 忘记了 但是 它那个味道真的很重很鲜 请问学校附近有什么推荐的 谈位或餐厅 我个人推荐的是 7 因为学校不可能走那条路都有 真的很方便 你想要从学校敲课出去吃 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 方便又快速 附近呢 房甲夜市有一个很好吃的 你叫什么 潘葫芦 哎呀 很好吃 那个那个很甜很好吃 只是很贵 应该是旁边的那个CaveC吧 虽然说我个人还没有吃过啊 但是就听别人评价 听说不错吃 我还没有吃过 就吃过 还是吃过 我还没有吃过 对不起 谁的了 我刚刚什么问题 呃 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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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开始了吗 可以分享 对于吃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从地上捡起来最好吃 我个人觉得加点马沙拉是最美味的 最近我一直都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土因为也是吃了其土 笑屁啊 我最喜欢吃妈妈自己手做的食物 说了喜欢吃的东西大概多久吃一次 通常每个月月底 可能也会从月中就开始吃 现在基本上是吃不到的 最近会一直都喜欢的餐厅是什么呢 可能是Seven吧 Seven不错吃啊 我最喜欢真真面食馆的 一定是大拇指的 大概多久会吃一次 其实吃不太起 大概一个月一次吧 大概一周一次 请描述一下最近的采雷经验 最近不是下雨吗 那个土就变泥巴了 你知道吗 不好吃真的不好吃真的不行 前阵子去封甲 学校附近有什么推荐的堂位或餐厅吗 就是那个 学校那个西渊后面那边 那个西渊秋红谷那边嘛 那边蛮多草的 那个草其实都蛮健康 蛮养生的 我推荐那个学校后门外的草地 给周围人兄 谢谢